選戰焦點關心到 當疫苗前課爭議持續延燒 而對於講完黃珊珊要求公布前課名單 衛福部長薛瑞仁開嗆 說太幼稚了不想回答 黃珊珊今天再回籍 全台灣人都沒有薛瑞仁幼稚 但是她自己也被質疑 難道當初台北市有買疫苗時 就沒有前課介入嗎 對此黃珊珊嚴正澄清 說台北市都是直接跟原廠結洽 這個太幼稚了 我不想回答 現階段沒有要公布任何的名單 拒絕公布疫苗前課名單 對藍白陣營完全沒在客氣 對手也不甘示弱回擊 幼稚的是誰 幼稚的應該是薛瑞仁本人吧 我想全台灣的民眾 都沒有她這麼幼稚 前課這件事情是 他們要稱讚陳時中說的話 她說有前課 請她說出來 全國人民會給她掌聲 很棒 說出來 疫苗前課從中發國難產 這種事情怎麼能私了 你到底是頗分 還是有所本 前委這邊不斷就是 偶北倒 偶北美 這不是一個正常 只是當初要沒疫苗的 還不止中央 台北市也曾打算自逃腰包 就被質疑 其中難道沒有前課來亂 身為前北市副市長的 黃申山 嚴正駁斥 台北市從頭到尾都是直接接觸原廠 我是跟原廠直接開市區會議 但疫苗騙子爭議還沒完 現在防疫學會理事長王仁賢在爆料 高端審查有弊端 批評衛福部找專家操弄數據 助高端補考過關 民主黨護航高端鐵的事實 陳時中或衛福部永遠就是以途不回 完全閃躲 第一猛攻黨疫苗用黨前課來挽救 就怕造成反效果 記者中報導